谁赢了 死人若折仙 只应天上游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他竟然毫发无伤 看来我们都小看了此子 我知道了 这是演戏 这姓陆他在和苏义演戏 皇子 对 是六皇子 够了 目前被连辅主都不当了 跑来这里和一个矛头小子演戏 这一朝一世 你难道觉得他没尽全力吗 今日得见仙人剑 方之半生井底洼 老朽认输 既不如人 任君发落 既已认输 那便到此为止 你走吧 你 就这么放我走了 我来时 可是想把你交由这些家族处置的 虽然本意有些冒犯 但念在我当初在清和介府修行 也算是受你的照顾 两相抵消吧 再者 今日一阵 你见到志成 也算给了我些惊喜 哈哈哈哈 哎呀 老朽这回可真是输了个彻彻底底呀 哈哈哈哈 沐前辈 您高峰亮节是无备楷模 胜败乃兵家常事 还行 无需介怀 来人 去赴沐前辈歇息 今日 多谢执教了 还有谁要报仇 可以尽数来这承受 多少人 我都见 苏公子精视奇才 成见我家顽固 又因整肃清和剑斧学风 凯然出手 全自有眼无珠 望苏公子高抬跪手 真是老狐语 秦大人真是深明大义 苏公子都是误会 张先生说的对 都是误会 对 都是误会 误会 你们以为 我今日主动前来 就是为了显露一下实力 好让你们低头和解的 苏公子 你这是何意 俗话说 退一步 你要掺和进来 不敢 张某只是个看热闹的 可恶 你这不知 今日之事 秦某有错在先 我自会送两箱零食 去先生府上赔罪 都是为了孩子 希望苏公子海涵 你们的孩子 是你们的逆离 对我亲友出手一事 这也是我的逆离 雪府邦一事 多有误会 但秦某愿意担责 祖先生 开条件吧 好说 你们父子二人 接我三箭即可 嗯 爹 早说了 他给脸不要脸 不如直接杀了他 我秦为渊 执掌云和俊成三十年来 还是头一次遇到你这等 冥顽不灵的角色 看看四周吧 这里可是云和俊成 清顶较长 我也想给你留条活路 只可知 你似乎并不想好好珍惜 卢手听我号令 射杀这凶阻 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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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